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即便总经大环境仍有变数 台积电管理层略见强调专注自身营运基本面 按计划稳步扩充先进封装产能以应对客户群需求 其中,属于先进封装平台的SOIC产能在全制程技术中 增长幅度最快,最具爆发力 法人推测,主要是来自苹果与AMD两大客户驱动 台积电大幅扩充先进封装产能 随着供给瓶颈逐步打开 客户端指定在板伙伴,也渴望加速增长 目前,台湾在板龙头新兴中高阶在板产能集中台湾 实际投资台湾力度最大 也是台积电3D Fabric联盟当中率先纳入的台湾在板伙伴 景硕近年也积极在台湾购地扩产 台积电已归纳先进封装隶属3D Fabric系统整合平台当中 包含三大部分3DC堆叠技术的SOIC系列 以及后段的先进封装CoOS家族,Info家族 台积电多次强调,只会专注在最先进的后端技术 这些技术将帮助客户的前瞻产品 其中,先进封装产能3D IC进度备受关注 依据台积电于日前年度北美技术论坛释出的资料 公司预估2022年至2026年的近5年产能扩张负荷增长率 CAGR趋势为CoOS达80%以上 SOIC则为100%以上 AI相关测试80%以上 另外,台积电此前在美国召开 2025年北美技术研讨会上 宣布将按计划于2024年第四季 启动效能增强型的N3P第三代三奈米级制程量产 更为先进的N3X晶片预计今年下半年量产 据介绍,台积电N3P是在当前的N3E基础上的光学缩小版 保留相同的设计规则与IP相容性 可在相同漏电率下提升5%效能 或者在相同频率下降低5%至10%功耗 对于典型混合逻辑SRAM与类比电路的设计 还能带来约4%电晶体密度提升 由于N3P的密度提升是来自光学制程改良 可对所有晶片结构实现更加扩展 尤其是以SRAM为主的高效能设计 同时,N3P还保留了对三奈米级客户端和数据中心IP的支援 台积电表示,目前N3P制程已进入量产阶段 公司正为主要客户进行产品开发与布局 至于在下一代的N3X与N3P相比 可在相同功耗下将最高效能提升5% 或者在相同频率下降低7%的功耗 N3X最关键的优势在支援高达1.2V的电压 这对三奈米级制程是极限 可是需要极限频率的应用 如客户端、CPU达到绝对最高频率Fmax 这样的极限频率也有代价 如漏电功耗可能增加高达250% 因此,晶片开发者采用1.2V电压设计N3X晶片时 需格外谨慎 N3X晶片预计今年下半年量产 台积电业务发展与全球销售资深副总裁兼副营运长张小强 Kevin John表示 N3P已于2024年年底开始量产 将持续优化3奈米制程 台积电的策略是新节点导入后 持续进行增强 帮助客户充分获取制程缩减的效益 他们理解客户为了迁移到新节点 在生态系统中开发IP投入庞大资金 因此希望客户能在每个新制程投资中获益 台积电也会在产品层面提供增强支援 一直以来 台积电都会在同一制程开发套件中提供多个制程迭代 比如N5、N5P、N4、N4P、N4C 尽可能延长公司昂贵设备的使用寿命 帮助客户最大限度重复使用器IP 虽然市场都期待2奈米制程 但大多数先进客户端处理器 如下一代iPhone、iPad及Mac 可能仍将采用台积电N3家族制程 台积电下半年量产2奈米 由海外媒体报道 许多科技大厂期待2奈米 大大提升晶片效能 或引发抢购潮 使2奈米市场需求度超过300米 WCC FTECH报道 台积电2奈米市场需求将超过所有市代 年底量产后产量将强劲成长 台积电几乎每代制程都看到市场需求 似乎有种趋势 即每次改朝换代都会打破上市代市场需求记录 以台积电3奈米为例 为客户采用最成功 市场消息指出 台积电2奈米制程需求远超以往市代 代表台积电会再度拿下晶圆代工龙头宝座 台积电2奈米粮率 已与3奈米5奈米等相当快速成熟 脱颖而出主 因还有台积电转向奈米片电晶体GAAFET 针对更高效能或更低功耗最佳化 为IC设计商创造优势 与N3E相较 2奈米运算速度更提高10%至15% 台积电计划在2025年末开始生产2奈米晶片 预计苹果将成为首家接受基于新工艺构建晶片的公司 苹果的iPhone18机型将采用台积电2奈米的制造工艺来生产A20晶片 这将为明年的iPhone带来效能和能效的大幅提升 但它也可能产生明显更多的成本 苹果可能会转嫁给客户 名为数码闲聊站爆料者称 早在2023年 苹果在iPhone和Mac上采用了3奈米晶片 这是对之前5奈米模式的升级 改用3奈米技术后 iPhone的GPU速度提高了20% CPU速度提高了10% 神经引擎速度提高了2倍 Mac电脑上也有了类似的改进 预计即将推出的iPhone17系列将采用台积电的N3P晶片技术 3奈米工艺的增强板 制造的处理器 但iPhone18采用2奈米工艺 预计将带来显著的效能和效率提升 虽然可能产生明显更多的成本 但预计高阶客户可能不会在意苹果可能转嫁的新一家 传统上 苹果是新制程最大客户 可能搭载iPhone18系列之外 AI晶片大厂挥达也是客户 用于Bairon Rubin晶片 处理器大厂 AMD也与台积电共同宣布 三六架构 Venice CPU采台积电2奈米 使AMD后来居上成领先梯队 所有科技大厂都在排队 台积电市场需求不会有太大问题 甚至需求量或超过供应量 台积电预估年底月产能达5万片 并扩大台湾晶圆厂产能 2奈米产能2027年翻倍成长 2028年 美国亚利桑那州厂也会开始生产2奈米 总产量会逐渐满足市场需求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